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不如先說騰訊 騰訊剛剛出了業績 昨天我入了課 真的很久沒有騰訊 昨天入的原因 昨天應該也跟大家分享過 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覺得已經跌得好像很厲害 少少誠意傑 昨天那一刻是承認股價 已經這樣跌下去 是承認股價差不多見底 至少見到這一轉的低位 所以就先入住 其實今天預算了 有機會再加積 有機會再加積 不過因為今天是今晚的時間 美股做法比較好 所以就變成股價 今天就有個反彈 不過我都不打算沽著 還有最主要是今天的業績 既然出到來 我覺得是不差 所以現在先跟大家說回騰訊的業績 是否有兩點呢 也有的 大數上大家應該看到 它的增速 如果以第三季來計 增長四成半 第二季的時間 其實增長是兩成的 這個不是 這個應該是手遊方面 那個增長呢 你看到這次是四成半 上一次是兩成的 第三季增長比較好 這個也不出奇 因為第三季傳統上 是手遊的遊戲 因為它是旺季 另外那些業務 例如網絡廣告 例如金融服務那邊 那些增速 反而不算很標籤 不過大家也預算了 如果明天那些行業 如果你要封印的話 可能就是封印這兩款 即是金融服務 以及廣告那邊 不過刀歸刀 因為始終有疫情的關係 以及經濟狀況變差了 這件事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我也想集中說一下 它遊戲那邊的情況 其實遊戲那邊很有趣 你說它的增長是夠那麼厲害 這個因為公司已經提到 其中的時間 它有些可能新遊戲推出 還有 其實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我原先都覺得是有些問題的 是甚麼呢 騰訊的遊戲 王者榮耀 其實已經推出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多地方 對於一些新遊戲 即這些遊戲 其實很難可以這麼長時間 很難真的可以去到成 人氣這麼高 不過它真的做得到這件事 還有就是它現在玩到怎樣 它用王者榮耀這個故事 它會再做多兩款新的遊戲 一部電視劇 一部動畫劇 一部電視劇 這就真的只有騰訊做到這件事 就是有一個規模 還有剛剛在拍這段影片之前 同事仔 即是Samuel 他也說 因為我也有跟他們分享 我覺得這次騰訊的頁集 其實大家都是照看這份 但是 因為這些字眼 其實反映了 它的遊戲 可以做到 即是它的遊戲 可以轉化 更多元化的 收入來源 這件事 我的同事仔說 是呀 他之前有LL 其實他也有做過類似 這些動畫 他也說過 其實是不差的 即是 那個出來的效果是不差的 他覺得好看的 當然我們有同事 Ano就說 其實好看 你本身對遊戲 是不是很喜歡 即是你有些情熱結的時間 其實他拍什麼都好 你都會去看的 那這個我又覺得是 即是都合理的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變相 變相 其實他這些做法 是可以的 另外 有隻遊戲 天籃明月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其實是 最新的騰訊出的遊戲 又是好賣座 又是好厲害 所以 如果你講到 這次的頁集 其實2點 你說多不多 大數 是數是出得漂亮 但是 你很難 這些數字 漂亮也好 你很難將它說 等於 保證我 它一定明天會升 但是這份頁集出來 你看完之後 就好像現在 我叫做 也叫做拿著貨的人 會比較安心 即是拿都會更加安心 那我看看明天的時間 公司 即是股價走了 還有看看 晚一點 7點鐘 他有個 叫做 我們的福星融會議 那我都會 好像一如以往 都會 聽他說什麼 那7點 8點 這個我不要記得了 對不起 我覺得好像8點 都會聽他說什麼 到時再跟大家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明天的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 或者看看 晚一點 有沒有大廣報告 我都會做一些整合 即是消化完 明天再一併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但是 騰訊有貨就拿著 但是又沒有貨 明天追不追呢 其實我個人傾向於覺得 就是 六百元樓上的騰訊 其實真的 不值得追 所以明天 如果你看到 他的價格 都真的 再彈衝穿這個位 不妨等等 還有一件事 是這幾天 一個體會 國市 既然都這麼短 大家短炒也好 長炸也好 其實不需要急著追貨 因為既然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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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 現在基本上 一天炒 或者看看究竟 就是兩個 交集的話 因為等他們的國家 讀下去的時間 才買 不過 又 不過 這個是騰訊的情況 但 有一隻股份 或者是 ATMX 我反而想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因為今天 其實很多朋友 即是我們有很多朋友 今天見科技股 升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都公開了 跟大家說 我買了騰訊 今早有很多朋友 就馬上WhatsApp我 跟著說 恭喜 我 這麼快 賺到錢 其實 就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都說了 我每次買 我重新回來 每次買這些股份 我是長持的 我是不是 買來這麼炒的 除非 真的突然間 看錯了 看得很錯 看得很對 或者是升到你不信 那 可能我才會 考慮 是不是這樣做 但是 在他認識的同事 很多朋友就問 其實現在 ATMX 你覺得 哪一隻可以追 可以買 其實今天 我都跟他們說 我都覺得 我自己 我都覺得 是喜歡騰訊的 阿里 不是不喜歡 但是 阿里的情況 是差的 接著他們都問 其實阿里 可不可以追 因為大家今天 看到這幾隻股份 阿里 是零零零零零零 真的差一點 但是我都跟他們說 其實阿里的情況 是 已經 金飛色鼻 之前有 萬里的憧憬 好像 有些朋友都問 ATMX 是否回到15-20% 可以買 其實 阿里 我覺得 就算這樣跌下去 也好 未必買得過 剛剛提到 萬里 原先上市的時間 大家是很有憧憬 甚至對於阿里的股值 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 現在上市 我會覺得 其實對於 他們的股值上 會有一個 是無可挽救的打擊 一定是很大的 所以 他的股價 即使之後的時間 彈也好 他一定會 跑輸騰訊 跑輸微團 那些 這個朋友問 衛匯1.5-2成 我想說 其實 如果你跟著這個 美團 你可能昨天已經買了貨 美團 由高位計算的話 是真的 剛剛跌多於2成 好像 20點 一定是2% 是剛剛跌多於2成 而 騰訊 其實跌了1成多 1成半 不過 我自己 昨天那刻 按耐不住 只可以這樣做 所以 大家如果真的 有興趣買這些股份的話 都可以 其實 真的沒有 反而 如果明天 解釋後再跌下去 當然 隔著星期六天 可能會比較害怕 但是 下星期可能用這個策略 總之 哪些股份跌 特別是新金證股份的話 你跌下去 你可能放膽少少 買少少 那 如果明天第二天 真的膽上去 就可能沽了 要大家短采的話 長線就不理會 騰訊這一手 我都暫時不理會 有朋友問 2020 就問安達 是否入染藍 可能聽到 我收音機 一段錄音 說 安達 也有機會 的而且近期股價 是很強勢的 他的股價是相當厲害的 也是不排除炒賣 這些因素 但是炒了十次 十次都不行 第十一次行不行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問我現在 要一些股份 進入去 因為大家 都會選美團 和安達 都會選這兩次進去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有傾向於 如果真的進去的話 美團的尺寸是大 不過 有沒有必要這麼多個 科網股呢 因為如果再加進去的時候 其實市場會變得更加 更加更加 以及已經有科技指數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進去的話 其實安達的機會是比較大 反而有趣的問題 就是 進入安達 那要游泰哪一隻呢 泰谷是大熱 泰谷A 因為市值實在太小 現在想給其他股份 但是泰谷A 其實代表性都大 但是如果你不計算這一間的話 那你另外一些 可能你說要游泰的 可能大家之前都會想 比如說 中石油 中石油化這些 不過 我會覺得他們的地位 還是比較超然 然後另外 可能是恆隆 但恆隆股 那股是十次 說他會被人踢出去 十次都不踢出去 那第十一次不會踢 又是一個迷 反而如果這樣 你說當戶內衰股的話 反而是恆隆 恆隆 我覺得有少許機會被人踢出去 但是怎樣都好 如果大家炒這些因素的話 都是指而短線 1337 1336 即是雷蛇 1337 只有雷蛇 雷蛇 雷蛇等得很厲害 又是炒什麼 炒他規短營 炒盈起 的而且 最後也是盈起 出來了 他有規短營 但這間公司的股份 我覺得是有點戒心 其實大家 到哪一隻呢 有一天 他的股價不是大升上去 即是盈起那天 但我想說 其實有些古怪的東西 是那天早上的時間 他已經升上來了 那這一刻 其實是很古怪 就是變相之下的 可能有些充乾鴨 大家經常說的 充乾鴨 其實我很怕這些股份 因為他這一隻 也在某程度上 已經升了很多 所以現在升了這麼多 你說 叫做基本面是好 因為有些說法 就是說 感冒的人可以打機 添置多些配件 對他有利 這個我也覺得是敗的 但是 現在 大問題是 之前的情況 我對這些股份 是有戒心的 同一個道理 當日有一隻股份 亦都是出現了 叫做春光鴨 即是做事的情況 是哪一隻呢 我不知道會跟大家說 就是一隻 建塗積層板 當日早上一開始那一刻 是大跌 一成多 但當時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直到收拾後 公司 晚上出了一個通告 就是說 他是回A 暫時不回去 所以 這些股份 就像建塗這些 其實我拜 建塗 我覺得 業務的事情是不差的 但是 有些事件 出現過 我是有點戒心 所以你說 這些股份 你買不買 就自己衡量一下 那 七八個 range 沒有 你當他 五五零到 之前的時間 都是 五五零 可能 六二零 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大型上落市 但是你說 這個業務出來 是有信心 就是要這樣計算的話 我覺得他破頂的機會 可能大過他 跌下去的機會 這樣 那 有些口頭閃 不相信這些 但我明白的 多謝你的提點 都會不斷改進 這個都會 盡量開玩笑一點 那 看看先 另外就是 我們六八二三 這個 六八二三 就先 那 溝貨 你有二十萬 就已經買了 還有十一個領導買 其實這隻 有沒有所謂 這隻 用來收息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六七 這隻 OK的 那一陣子的下跌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原因 我唯一想到 因為之前 還不是把 這個 ViuTV 那些東西 注入 大家可能擔心 開支會大了 從而 原來 排送會少了 但我覺得 這個優點 是幾人優天的 還有 如果這日 以他的股價 防守性去看的話 反而這一段時間 都會把資金部署 所以我覺得 這隻股份 先拿著 但 你自己衡量吧 因為 二十萬 對很多人來說 這也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不知道 你本身還有什麼 蛋肉 可以加碼 但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現在又不是差太遠 你看他的價錢 十元 這位置 都比較堅固 所以你說 有貨就拿 但是加住 我覺得 當然看你本身 你自己覺得 是 就是想說 可能你錢 比較充裕 你用來擺的話 我現在這位加住 我沒什麼意見 甚至乎 我自己其實之前也加住 不過當然不是你這麼多 我又要留點資金買其他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隻股份 值得殺 他也好 寬恆也好 寬恆也好 值得殺 所以 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在資金許可 在資金許可 在資金許可的情況下 你加住 我沒有什麼意見 這樣 好了 那今天就暫時 就這麼多 看看明天 明天看看 貴檢 早不早公會出來 如果早的話 就跟大家 到時再分享一下 好嗎 我們明天再見 今天就說到這裡 拜拜